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工作量要比冰房的工作量要大很多 你像这个四号永呢 这个炮钉我们在粘接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说随意去粘接的 因为炮钉都是有方位的 我们就要跟当时 根据和考古阮经过商量以后 它每一个炮钉都有编号 要回到原来的遗留的位置上 修复了两斤两年时间 把这件绒才把它修复完成 文物不可再生 就是你首先对文物这个工作要有兴趣 你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不要很细心 很耐心 还要很用心 而且它这个手术刀是逆时针旋转法 它是打圈的 不是说是拿刀片这样横刮的 这样逆时针旋转法 它不会是器物的表面 还有是彩绘表面产生这种划痕 经常也提醒我自己 要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心 把这份工作要做好 做这个工作呢 就是你有些地方呢 外人是不知道的 你把它丢失一小块呀 或者是把它清理掉呀 外人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凭你自己把它要做好 这样也对得起古人 对得起后人